我们一起来做默想祷告 全能的父 主啊 我父上帝赐福于我们 今天也求主的话语 使我们的内心醒悟过来 使我们成为尊贵的人 唯独主的话语 使我们行为上纯正 使我们子子孙孙领受 上帝的允许 主啊 我们相信上帝的话语 是如实实现的 照着主的话语 一定有神迹奇事 跟随着我们 奉耶稣的名感谢 先祝福祷告 阿们 在现场听讲道的信徒们 也听得清楚吗 我们的天父上帝是全能的 那上帝是最爱了我们呀 是深深地爱了我们 我们领受上帝的爱 愿意领受上帝爱的人 那是最有福气的 有些人说了 哎呀我好倒霉呢 在这世上以为自己很倒霉 甚至在这世上看来 哎呀我的丈夫是不是太倒霉了 确实在这世上看来呢 有些人 哎呀怎么就是这样不顺利呢 就像好多事情 99%看似是成功的 结果就差1%还是失败了 就为了这件事情能成 那么竭尽全力 而最终还是失败收场 就感觉好倒霉呀 甚至在我们国家 在韩国呢 有很多精英人是聚在一起 还是觉得是失败的 是倒霉的 就那么多人 那么多精英聚在一起搞决策 还是失败了 不足的普通网评 是跟大家讲这些 就是想跟大家说明 是主的话语告诉我们 靠人的力量是什么都做不到的 我们人在努力 再怎么追求 还是失败 那有些人就想 哎呦那可怎么办呀 人在努力也不行 因为我们人 都是被造物啊 是上帝创造了我们 我们要认识上帝的能力 和上帝的荣耀 不是要靠自己的 很多事情 人希望是能平坦的 人希望是没有安全事故的 结果为什么又出了安全事故 为什么又有了一些 很多出乎意料的事情呢 那么今天通过主的话语 我们来醒悟明白过来吧 我们信耶稣基督 就是这样的好啊 在这世上 不知道怎么回事的 主耶稣基督通过主的话语 全告诉我们 那么在这世上 为什么很多人去 去找一些 什么护身符啊 那找护身符也没有用啊 那反而是犯罪 反而是更不好的 而只有主的话语是 有保障的 是帮助我们的 我们找一下 彼得后书二章九集 这一切都是太容易 能让我们领受的 而我们人却不知道 哪里是真道啊 当我们明白了 当我们找到了真道 我们就发现 哎呀原来是这么的容易 是原来是这么的轻松啊 彼得后书二章九集 我们说一个国家 如果青少年有希望 那这个国家也是有希望的 而青少年沮丧的话 那这个国家 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而福音是全能的 主耶稣基督是能是死的 活过来 哪怕我现在是奄奄一息 上帝能让我活呀 上帝能拯救我 恢复我 上帝的话语 是立刻使我的心灵复苏 心灵得以救赎了 心灵复苏了 我们身体自然就获得了健康啊 真言十八章十四集 彼得后书二章九集 我们读一下 主知道 搭救敬前的人脱离试探 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之下 等候审判的日子 阿门 搭救敬前的人脱离试探 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之下 虔诚的人能脱离试探 我们今天来到主面前 求主搭救我们吧 彼得后书二章九集 我们再读一遍 主知道搭救敬前的人脱离试探 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之下 等候审判的日子 阿门 虔诚的人能得搭救 而且能脱离试探 这就是告诉我们 我们要虔诚的生活 不虔诚 就没办法脱离试探了 所以很多事情发生 总是跌倒啊 总是遇到困难呀 这首先就是因为 我总是不虔诚 不遵守主的教训 不遵守主的话语啊 大家知道 我们国家遇到一些危机 我们国家遇到一些困难和事情 这都是因为我们不虔诚导致的 所以我们要虔诚 很多人说 我事业最近不顺利 我的工作不顺利 这都是因为我不虔诚啊 这要虔诚了 上帝是搭救我们的 上帝使我们脱离试探呀 所以这奥秘 这最大的奥秘 这是虔诚的奥秘 我们找一下 提摩太前说三章十六节 大灾敬虔的奥秘呀 我们要认识虔诚 敬虔 如果不认识敬虔的话 就没办法守住信心啊 上帝赐给我们信心 使我们能来到耶稣基督面前 因信耶稣基督领会上帝的旨意 领受了信心 我们就要虔诚的生活 是遵守主的教训 有些人说 哎呀 我这辈子怎么这么的倒霉呢 不倒霉的 只要信耶稣基督虔诚的生活 就没有任何的倒霉 很多人说 我是不是太像我父母了 我父母这辈子倒霉 我是不是也有这个遗传呢 不是的 只要虔诚 只要信耶稣基督虔诚的度日子 遵守主的教训的话 父母的一切 跟我没有任何关系的 很多人说 哎呀 我这辈子怎么这么的惨呀 这都是因为我这辈子 没有信耶稣基督 没有遵守主的教训 没有虔诚的生活呀 这主的话语是非常庞大的 这奥秘是非常非常庞大的呀 主的奥秘 主的爱是长阔高深的 正是基督的奥秘 基督的奥秘 是能使我的罪恶得以赦免 拯救我呀 信心的奥秘 能让我们兴起呀 那么虔诚的奥秘 敬虔的奥秘 是最大的 是包含了所有的一切 那么因有耶稣基督的救赎之恩 所以我们来到教会真诚的认罪悔改 做四阶段悔改呀 而很多牧师长老却始终 不领会这基督的奥秘 始终不悔改 也没有虔诚的生活 我们韩国能强大 是因为信耶稣基督的人 靠主的智慧成为强大的 是靠福音成为强大的 那有些人就说了 哎呀 早知道把我家孩子带来了 我们领会了福音了 领受了福音了 就发现 这福音是能解决我们所有的困惑 不仅 因为福音是耶稣基督的光啊 在光明里面 使我们 就光明 主耶稣基督保显的光 是照亮我们所有的一切 能让我们明白一切 能让我们帮到身边软弱的肢体啊 有些人说 每五年一次 总有这么一种倒霉的事情发生 或者说 一年 我需要好几个坎 这一切 在主耶稣基督里全是不适用的 因为在耶稣基督里是光明啊 没有试探 没有跌倒的 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 我们读一下 大灾 大灾敬前的奥秘 无人不以为然 就是上帝在肉身显现 被圣灵称义 被天使观看 被天使看见 被传于外邦 被世人信服 被接在荣耀里 阿门 这大灾敬前的奥秘 大家知道 这讲道 大家可能 要多听几遍 才能明白和领会 上帝不仅是要拯救我们的灵魂 我们的软弱 上帝都看顾 眷顾了 身患疾病的 上帝给予医治啊 肚子挨饿的 上帝给予温饱啊 所以耶稣基督 来到这世上 是行善事 做善事 医治疾病 也使那些软弱的 得刚强啊 相信我们所有的人 对自己的缺陷 是不明白的 自己性格上 哪里有缺陷 自己哪不好 都不知道 而且为什么 遇到眼前的困难 自己也不明白 怎么回事 很多人以为 这可能就是天生的 可能就是命运吧 不是的 只要虔诚 只要信耶稣基督 虔诚的生活 上帝是搭救我 使我们没有试探呀 而我不虔诚的时候呢 就总会活在试探里 而且不知道怎么回事 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那韩国现在处于危机 正是因为我们韩国 信主的人没有虔诚啊 大家知道 一个家庭里 有一个人生病 有一个人遇到困难 整个家人 全都痛苦 就像我们身体里 我指下疼了 身子全疼的 那这么严重的问题 只有上帝能搭救 只有上帝能给予解决呀 所以这前程 这范围是非常广的 所以大灾 近前的奥秘 是长阔高深的 前程的奥秘 氛围太广阔了 因为前程的奥秘 正是包含了基督的奥秘 和信心的奥秘呀 只要前程 大家身患重病了吗 上帝搭救我们 抑制疾病的 大家事业上遇到了困难吗 上帝能立即给予解决的 我们国家的处境 上帝能解决的 所以无论是青少年的问题 还是这社会的问题现象 不要在这世上寻找答案 只有主耶稣基督里 上帝的话语里没有答案呀 在这世上 我们再寻求 再绞尽鸟汁地寻找答案 按照世俗的文化理论来 寻找答案 都是模棱两可的 而且都是不确定的 没有确信的 尽管有讨论和辩论 还是不了了之啊 救主的话语 福音是正确的指明一切 告诉我们 今天我们虔诚吧 虔诚了 使我们脱离所有的试探呀 我们找下雅各书一章二十七节 什么样的是虔诚呢 我们找下雅各书一章二十七节 上帝是活着的呀 有些人说 哎呀我为什么总是遇到困难呢 因为我不虔诚啊 那我现在的问题怎么能解决呢 只要虔诚上帝就搭救我 脱离困难呢 这多么的有福气啊 这是多么好的允许啊 雅各书一章二十七节 雅各书真的是非常珍贵和宝贵的 雅各书一章二十七节 我们读一下 在上帝我们的父面前 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 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 并且保守自己不真人世俗 阿们 这虔诚是什么呀 我们读了经文 这虔诚就是意味着告诉我们什么呢 就能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的时候 是虔诚的 约恩一书五章十九节 这世界是握在恶人手里 这世界是属于罪恶的 我们身处于这罪恶的世界 不沾染世俗 这才是虔诚 正是能支配管理 是征服一切 不被罪恶所诱惑的 身患重病了 或者性格上有缺陷 或者有抑郁症 或者经济上遇到困难了吗 虔诚吧 虔诚的时候 上帝搭救我们的 而我们尽管信了耶稣 基督还不虔诚的话 就只会陷入网罗呀 很多人说 我为什么总是遇到困难呢 因为还是沾染了世俗 还是更体贴肉体 爱世俗并没有虔诚的爱耶稣基督啊 大家知道 韩国某个时段 大家知道 韩国某个时期 遇到很多很多的困难 那正是因为 当时我们太不虔诚了 我们不虔诚的话 就总会遇到困难和问题 只要虔诚度日 因信耶稣基督 就一定要虔诚的度日 这时候上帝是搭救我们 拯救我们 我们为什么一定要信耶稣基督呢 我们是太需要耶稣基督 而且一定要信耶稣基督啊 我们为所欲为的生活 任意妄为的生活 最终是败坏自己 甚至是面临的是永火的地狱 全能者上帝 是创造我们的创造主 是给予我们最大的保障的 只有遵守主的话语 才能得幸福 得满足 罗马说四章六节 一人 只有一人是得满足 得幸福的 只有信了耶稣基督 才是一人 是得幸福 得满足啊 那么信了耶稣基督呢 就一定要 真诚地认罪悔改 脱离罪恶 是虔诚的生活呀 在这世上 钱财再多 还是遇到痛苦 权力再大 也会有痛苦 这都是我们当今 肉眼圈 看得到的问题 而谁能帮助我们 脱离这个问题呢 只有天父上帝呀 那虔诚是什么呢 就是看过在患难中的 孤儿寡妇 而且并且能保守 自己不沾染世俗啊 与上帝同行的 那才是虔诚的 那今天上帝 给了我们答案了 那我们知道 这虔诚原来是这样的 而我们自己 却做不到虔诚 可怎么办呀 只要我们尽虔 虔诚的时候 上帝就搭救我们 脱离患难 脱离试探呀 有些人说 我们家庭吧 经常被骗 我们家庭经常被偷啊 我们家庭总会有一些 困难和问题啊 大家知道 上帝是公义的 我们种下什么 就得什么 这比如说 我们的祖祖先献 或许是给别人放火了 是个纵火犯 我们不知道 而上帝全知道的 生命期二十八 上二十节 我们犯了罪 自己却忘记了 而按照我的言言心 就是上帝 如实给我返还的 有些人做了生意 做得挺好的 结果突然就因为 着火了 那事业全毁了 哎 我怎么就遇到 这样的事情呢 这都是因为 我没有前程啊 没有 没有前程 那遇到这样的事情了 我们就要悔改 祷告啊 那我看到别人家着火 自己家没着火 我就觉得 哎呀 真侥幸 真好 那上帝不喜悦的 上帝的话 又很明确地告诉我们 看到别人出事了吗 你要当成是自己的事情 来切切地祷告 悔改吧 菲利比书二章四集 哎呦 真没想到 我光听说的那些事 怎么真变成我的事情了呢 我以为光新闻上 有这样的事 怎么我们家里 也遇到这样的事情了呢 这正是主的话语 很明确地告诉我们 所以 无论听到什么样的消息 无论听到什么样的新闻 都当成是自己的事情 都当成是自己的处境来 悔改祷告吧 认罪悔改祷告啊 真页十七章五节 因为有上帝的话语 教导我们 我们才能遵守主的话语 照着主的话语做事啊 我们要靠主的话语而活 这才是智慧的生活呀 只要虔诚了 上帝搭救我们 不沾染世俗的 那才是虔诚啊 那么我们怎样才能 不沾染世俗呢 我们希望能保守住信心 我们也希望能遵守主的话语 我们找一下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二节 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二节 我们来找一下 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二节 我们一起读一下 不但如此 梵立志在基督耶稣里 敬前度日的 也都要受逼迫 阿门 我们虔诚的生活 上帝就搭救我们 而我不虔诚的时候呢 身处于试探 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那一直以来很痛苦的 很迷茫的 今天虔诚的生活吧 真诚的信耶稣基督 虔诚的生活 遵守主的教训 上帝是搭救我们的 有再好的父母 一直为我祷告了 而我自己不虔诚 我不信耶稣基督 不虔诚的话 那还是会遇到试探 还是会遇到困难呢 提摩太前书六章九节 凡是想 凡是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做事 凡是想 靠自己成功的 必定会遇到试探和网罗呀 虔诚是要在基督耶稣里边 敬前度日啊 虔诚是要在基督耶稣里边 前程是要在基督耶稣里边 敬前度日 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二节 我们再读一遍 我们每当读经文 读主的话语的时候呢 唯独靠圣灵 唯独靠上帝的智慧 使我们领会 上帝的话语是运行在 信主的人内心的 那么主的话语 面对主的话语 我们如实地顺从 阿门的时候呢 疾病得以医治 我们阿门的时候 所有的问题得到解决 我们阿门的时候 儿女的困惑 全得以解决了 因为主的话语 是庞大的能力 是强大的能力呀 而且 因信耶稣基督 使我们领受上帝的话语啊 那么 站在眼前的牧者 大家知道 只有耶稣基督 是我们的牧者呀 那作为牧师讲道 内心要服侍耶稣基督 靠主耶稣基督的引导 传福音呀 哥罗西说二章八节 提摩太后说三章十二节 我们读一下 不但如此 凡利是在基督耶稣里 敬前度日的 也都要受逼迫 阿门 是在基督耶稣里 敬前度日啊 在基督里边 我们曾经因过犯和罪恶 全是死的 而通过基督 使我们活过来了 那么通过基督 活过来的 我们就要在基督里 敬前度日啊 是遵守主的教训 照着主的话语而活呀 我的肉体 邪亲私欲 是铜钉子在十字架上 活着的只有耶稣基督啊 所以在基督里边 使我们敬前度日 是要在基督耶稣里面 敬前度日 这才是虔诚的生活呀 所以基督的奥秘 使我们来到信心的奥秘里边呀 提摩太前书三章九节 那么因信耶稣是基督 直到来到上帝这里 直到来亲近上帝这里 这途中是有敬前的 所以敬前是非常非常关键 而且是非常非常庞大的 珍贵的 是奥秘呀 我们为什么遇到困难了 我遇到困难已经够惨了 而儿女还遇到困难 父母呢 也不能担当儿女的困难呀 到儿女这一代 可能会更加的糟糕 甚至在这世上呢 有再好的财富 反而是忧愁和烦恼啊 为什么有些人太有钱 结果就疯了 就进精神病医院了呢 尤其在韩国 韩国有钱人的家庭很多的 结果有钱人的家庭里 都有一个疯子啊 就都有这些精神疾病患者 那么我们今天应信耶稣基督 虔诚的生活吧 上帝让我们做的 我们就如实地遵守 上帝不喜悦的 就不要做 上帝告诉我们什么是罪了 我们就不要做呀 只要我们应信耶稣基督 虔诚的生活 上帝搭救我们 大家知道每家每户呢 都有这样的事情啊 就是哎呀 因这个孩子呢 这个家庭 真的太有福气了 而这个孩子 结婚 离开了这个家庭 结果这个家庭 好像又不好了 就说 哎呦这个家庭能好 能兴盛 全靠这个人 就比如说 哎呦你们家那二闺女 真好 二闺女嫁住了 结果她的婆家 开始好兴盛 而原来的那娘家呢 就不太好 那有些人呢 怎么 有些人去哪 就能给哪带来祝福 有些人去哪 就能毁一个地方 那么有这样的现象的 就比如说 很竭尽全力的 想努力呀 但是很多事情都不顺利 特别不顺利 结果呢 这家庭的一个大人去世了 结果这个家庭就开始好了 然后就觉得 哎呦 只要我父母在世该多好呢 没想到父母去世了之后呢 这个家庭开始好的 所以很多人好了就想着 哎呀 去世的父母 如果能在世该多好呢 而我们信耶稣基督了 这世上的现象是对于在基督里边 是不适用的 信耶稣基督是使我们脱离这世俗的 所有的 所谓的规律呀 因为我们信的是耶稣基督啊 上帝是我们的盼望 我们找一下罗马书十五章十三集 罗马书十五章十三集 罗马书十五章十三集 大家现在性格上有缺陷 夫妻关系 事业遇到困难 工作遇到困难 是所有的问题 今天全都能解决的 有些人呢就想 哎呀 踏踏实实的跟着苗牧师吧 我苗牧师只跟随上帝的话语 我们大家不要跟随人 只要跟随主耶稣基督 跟随主耶稣基督的话语啊 格林多前书四章十六节 使徒保罗说 大家要效法我 我苗牧师刚开始误会了 哎呦 保罗是不是太张狂了 怎么能让别人效法自己呢 后来才发现 我们所有的人都要像使徒保罗一样 因为保罗是只一心效法耶稣基督了呀 格林多前书十一章 你们大家要效法我 就不像我效法了耶稣基督一样 就是我们所有的人 我们跟随的对象 只有耶稣基督 只要跟随主耶稣基督的教导 只有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指导者 是我们的牧者呀 基督是我们的盼望啊 因信耶稣基督 我们才能认罪悔改 有耶稣基督的救赎之恩 有主耶稣基督保喜的功劳 我们才能认罪悔改 最后四阶段悔改呀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罗马书十五章十三节 罗马书十五章十三节 我们读一下 但愿使人有盼望的上帝 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 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 大有盼望阿门 我们大家都阿门啊 上帝是盼望的上帝 使人有盼望的上帝 是耶稣基督的父上帝 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九节 上帝是有形有体的 居住在基督里边了 所以在基督里边 使我们与上帝相和呀 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九节 虔诚的生活 使我们得搭救 所以我现在无论遇到多糟糕 多困难的事情 只要虔诚的时候 上帝搭救我 全能着上帝搭救我 这是万福的全员 创造主天父上帝 使人有盼望的上帝 使我们得搭救啊 而总是有困难 有试探的 那都是因为我不虔诚 试探 总在圣坛里生活的 就觉得哎呀 太痛苦了 太受不了了 那都是因为没有虔诚啊 若是信耶稣基督 只跟随自己的想法 只要靠自己 没有跟随主耶稣基督的教训啊 我们找一下提摩太前书六章九节 我们大家总是要靠自己 不承认上帝的作为 甚至不认识上帝的领域啊 我们找一下提摩太前书六章九节 提摩太前书六章九节 我们读一下 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 就现在迷惑落在网络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 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 安门 前乘人上帝给予搭救的 我们想发财的时候 我们想靠自己成功的时候 就会陷入网络 陷入迷惑中啊 我条牧师经常会经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呢 就比如说 有一次晨岛结束了 我就跟某一位指使说 哎 我们今天出去喝一碗汤吧 就是喝醒酒汤吧 就比如说我就说 哎 指示啊 今天咱们去喝汤去吧 然后他就 然后他就自己开车 就把我带到他想去的地方 我平牧师什么话都不讲 大家知道前乘是什么呀 在基督里面就是意味着 我们做四阶段悔改属于基督的时候 就意味着没有我的想法 没有我的理论 我完全是没了 只有耶稣基督活在我身上 是靠祖的话语而活呀 格林德后书十章五到六节 凡是有我的想法 凡是有自我主张的时候 那还是与上帝做对的 就无论做什么事情 都要寻求上帝的旨意 真言三章五到六节 哎 这件事情主啊 我应该怎么做呢 不是要自我主张的 我们自我主张 自己给自己做决定的话 那都是不虔诚的 我们找一下格林德后书十章五到六节 格林德后书十章五到六节 我们总是自我主张 自己给自己做主 这并不是信耶稣基督啊 无论做什么事情 无论大事小事 都是要寻求主的旨意啊 就有一次在我们教会 有一个公务员 他的妻子呢 很迫切地 很努力热心地做了四节段悔改 就特别地真诚地做了四节段悔改 大家知道我们真诚地热心地做四节段悔改的时候 有时候坐着就睡着了 那么就那么打盹的那一刻呢 就有主的话语会 就讲给我听 就像是做梦一样 有上帝的声音告诉我 那那天他的妻子就听到了 每一天让你的丈夫赚很多的钱 比现在的工资要多很多 那这时候呢 为了主的见证呢 就可以说 哎呀 您今天开始有很多的收入了 就照着主的话语如实地跟随就可以 而我们呢 我们总是要给自己添加一句 就总是按照自己的想法来添加一句两句呀 大家知道就是猪蹄呢 就猪脚这边呢 就是有一个就是多余的那部分 就像是我们的想法 就像是这多余的这部分 我们要遵循主的旨意 不是按照我的想法呀 就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 为什么太容易就失误 或者是跌倒呢 无论在什么事情 我们都要寻求主的旨意 要寻求上帝的帮助啊 因为我的想法 我的理论 那全是错的 我们在主面前要否认自己呀 要寻求上帝的指挥 要寻求上帝的旨意呀 所以那位信徒 但是特别的高兴 他就来找到我条牧师 哎呀牧师啊 我听到了这样的声音了 听说 就是听见说 我昨天祷告的时候呢 是上帝对我讲 能让我的丈夫 每天能有很高的收入 是比现在的工资 要更高的收入呢 我一听 我就想 哦 祷告得允许了 真好 感谢主 结果这位信徒就说 哎呦 那我现在是不是要告诉他 去辞职呢 那就是自己的想法了 上帝并没有让我辞职 只是告诉我 这样的事情 而我们呢 总是要自己做主 自己做事情啊 然后我平摸师就看着他 就告诉他 哎你怎么又有你的想法 为什么添加自己的想法呢 我就责备他了 结果 他就不知道自己怎么回事了 就自己添加了自己的想法 自己却意识不到自己错在哪里 我就问他 你刚才说什么 他就说 那我是不是要辞职呢 那上帝的声音中 有让你提交辞职吗 没有 上帝讲的如实地转达而已 不要自己添加呀 只要照着上帝指引的 顺从的话 这才是在基督里边的生活 这时候上帝是搭救我们的 无论在试探还是问题中 上帝搭救我们 赐给我们祝福 而我们不能随便添加自己的想法 不能添加自己的贪婪私欲啊 然后我就让他回到家 你就跟你的丈夫说吧 然后他就回家说了 哎老伴啊 您今天开始的收入呢 比每天 比每个月的工资还要多得多了 结果他的丈夫就觉得 哎呦你是不是有毛病啊 是不是疯了呀 每天去教会就变这个样子呀 但是他那天晚上上班回来了 就说 哎呦 怎么发生太奇怪的事情了 每天真的有太多的收入 而且是比工资要多得多太多了 就像是说谎一样 这就是上帝的作为呀 上帝是非常非常有能力的 全能者上帝的心意 我们是不领会的呀 我们总是按照自己的想法 按照自己的理论来对待主的话 结果就不认识主的话语 不虔诚 虔诚是什么呀 在基督里边才有虔诚啊 我的想法 我的理论 总是对抗主的旨意 哥林多后书十章五到六节 我们读一下 将各样的计谋 各样拦阻人 认识上帝的那些自高知识 一概攻破了 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 使他都顺服基督 并且我已经预备好了 等你们十分顺服的时候 要责罚那一切不顺服的人 阿们 就我们的所有的想法理论 我们带着自己的想法理论 来生活的时候 并不是遵循主耶稣基督啊 因为在基督里呢 是照着主的旨意来生活 照着主耶稣基督的教训来生活呀 我们大家做四阶段悔改 无论是谁 只要信耶稣基督认罪悔改 这都属于基督了 在基督里上帝给我感动 上帝指引我的人生 那这时候我们要如实地顺从啊 就比如说大家现在失败了 或者失误了 然后就来到主面前祷告 祷告了发现就 哎呀有盼头了 即将有盼头 结果呢 这事还是失败了 这都是因为我的想法 我的理论 总是与上帝作对呀 我们大家承认吧 阿门吧 这大部分人都是因为 我的想法 我的理论 与主对抗 自己却意识不到啊 所以我们要常常地祷告 是迫切地 常常地祷告 是因信耶稣基督认罪悔改 祷告 而我们 我们祷告 但是还是按照自己的想法活的话 那和主耶稣基督是没有任何关系了 我们既然信了耶稣基督 认罪悔改了 切切地祷告 那就不再照自己的想法而活 只照主耶稣基督的旨意而活 因为只有在基督里才能做上帝的儿子 我们找一下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九节 这在基督里才能做上帝的儿子 上帝赐我们的祝福 是非常庞大的祝福 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九节 我们来找一下 而我们总是不虔诚 我们理论上明白要虔诚 而我的言行举止 我在实际生活中呢 总是跟随世俗的价值观 总是跟随着自己的想法和理论 就自作聪明 结果就脱离主的旨意啊 在这世上学问高 那就自作聪明 那没什么文化呢 也按照自己的想法来生活 这就是离开了耶稣基督啊 所以当时如果我朴牧师 如果我朴牧师也不领会的话 我也就会跟他的妻子 想法一样 哎呦那就先辞职吧 还好 我们自作聪明 我们自作聪明结果把自己推坏 推向败坏呀 自以为聪明 自以为明白 其实是最傻乎乎 最笨 是一无所知 什么都不明白 越是自作聪明的人 都是在遇到试探 越是自作聪明的 在座的各位 大家遇到试探了吗 大家遇到困难了吗 都是自作聪明 觉得自己更懂 觉得自己更明白 哎呀 说是信耶稣基督了 说是真诚的认罪 悔改了 也做四阶段悔改了 但是遇到事情 遇到困难的时候 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做决定 并没有遵循上帝的旨意 并没有寻求上帝的旨意啊 无论遇到什么情况 寻求上帝的旨意 寻求上帝的引导吧 因为这眼前的试探 也是上帝给我的 眼前的困难 也是上帝给我的 只有上帝知道 这是怎么回事啊 所以我们要旨意心 寻求上帝的旨意 要虔诚的生活 虔诚就是不沾染世俗啊 靠我们自己是做不到 这在耶稣基督里 使我们不沾染世俗啊 那么在基督耶稣里 虔诚的生活的人 一定会有受逼迫 受辱骂的 彼得前书四章十四节 所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 说逼迫这是有福气的呀 所以我现在没有逼迫 没有辱骂的话 就赶紧警醒 哎呀 我是不是不虔诚了 我们因信耶稣基督 因认罪悔改 做四节段悔改的时候 有辱骂 有逼迫的话 这是有福的 这是非常庞大的祝福啊 有些人呢 怕别人的眼光 在别人面前呢 不敢祷告 那这就是在人面前 否认了主啊 越是在别人面前 我们要承认主的荣耀 承认主的爱 我们祷告 确信的 有有胆量的 承认主 传扬主的名 这时候上帝使用我 上帝使用大家的 加勒太师三章二十九节 我们读一下 你们既属乎基督 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是照着应许 承受产业的了 阿门 我们的天父上帝 跟我们的允许 上帝允许我们领受好的祝福啊 只要成了亚伯拉罕的后孙 就能领受上帝的产业 那唯独信耶稣基督 才能成为亚伯拉罕的后孙啊 这不是靠肉体的 是因信耶稣基督 使我们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 是领受产业的 是领受天国的祝福啊 这可是非常非常庞大的 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九节 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九节 我们读一下 你们既属乎基督 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是照着拥许承受产业的了 阿门 我们属于基督的时候 我们因信耶稣基督 认罪悔改了属于基督的时候 才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啊 所以我们要属于基督 这才是虔诚的 我们属于基督的时候 才能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啊 那么亚伯拉罕是谁呢 我们找一下 创世纪十二章一到二节 创世纪十二章一到二节 只有在基督里边是虔诚的呀 只有因信基督耶稣认罪悔改 才有虔诚 而大家做了四阶段悔改了 为什么还要离开基督呢 因为我的想法 我的理论 太容易就与上帝作对 按照我的想法做事的时候呢 就是与上帝作对 与圣灵作对呀 上帝已经搭救我了 使我脱离灾难 使我脱离试探了 而不知不觉中 我又离开了耶稣基督 我又按照我的想法来做事 按照我的贪婪私欲来做事 结果呢 又遇到困难呀 那很多人就又抱怨 抱怨四阶段悔改 哎呀 不是说做四阶段悔改 就什么都能行吗 那做了四阶段悔改了 就不要有自己的想法了 就比如说钢琴老师 有钢琴老师吗 可以举手来 钢琴老师们 我们在教孩子们的时候 是先 是一只手一只手先教吧 先学会弹一只手 然后第二只手一起来做 对吧 不是说上来就 一双手一起弹吧 就在这世上 这世上的理论知识呢 在主面前 不能拿着世上的理论知识 来与上帝来对抗啊 世上的理论知识 仅仅是在这世俗里的工具而已啊 在主的面前 我完全要放下的 我的想法理论全要放下 只一心顺从主的话语 上帝的话语才是最庞大的 大家知道 约瑟能成为一国宰相 全靠上帝的话语 耶稣的门徒 只靠主的话语 是和主一起做了主的工 只有认识耶稣基督主的话语 才是最高的学问 是最高尚的学问呀 而我们总是把世俗的理论知识 当成是好像可值得信赖 或者是可值得借鉴的 结果呢 总是脱离基督 大家好不容易 因信耶稣基督认罪悔改了 也做了四階段悔改了 而又一不会儿呢 又回到了世俗 又回到了自己的价值观 和理论里 就是我的想法 我的理论 这世俗的贪恋世俗 体贴肉体的这一切的想法 总是让我脱离基督 脱离主的话语啊 我们为什么遇到困难了呢 为什么始终 为什么始终 觉得烦恼呢 这都是因为我离开了基督 没有虔诚的生活呀 只有在基督里 才能领受产业 只有在基督里 才能做亚伯拉罕的 后裔啊 创世纪十二章一节二节 我们读一下 创世纪十二章一节二节 耶和华对亚伯兰说 你要离开本地 本族 富家 亡我所要 只是你的地区 我必叫你成为大国 我必赐福给你 叫你的名为大 你也要叫别人得福 阿门 我们大家都阿门 这信心是什么呢 信心 因信耶稣基督 那这信心是上帝赐给我们的祝福 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恩惠 因信耶稣基督 使我们成为福的全员 而很多牧师长老 说是信主 却不虔诚 没有属于基督 没有遵守主的教训 遵守主的教训 属于耶稣基督 就是意味着要做主的 要属于耶稣基督 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 我们做四季段悔改 我们信耶稣基督 真诚地认罪悔改 感谢耶稣基督的救赎 靠着主耶稣基督 保祂的功劳 认罪悔改 属于耶稣基督的时候 使我们也像亚伯拉罕一样 成为主的仆人 是福的全员呀 那么基督里边的生活 是虔诚的 很多人说是做了四季段悔改了 却不虔诚啊 我们信耶稣基督虔诚的生活 上帝给我感动 上帝给我启示和启发的 而上帝的感动和启发 一定是美好的 是善良的 而我们面对主的启示 我们面对主的话语 总是要为了自己的利益 来添加自己的想法 不要添加任何想法 那很多人就想 哎呦 如果不添加我的想法 就好像自己太吃亏了 这就是我们信心不足啊 不相信上帝的旨意 不相信上帝的启发呀 大家知道 只要上帝负责 这事一定能行的 不足的仆人我平牧师 有一次呢 我在家里 主给我的感动 是让我去某个山上 那山上呢 肯定有一家 很贫穷的家庭 让我背一袋大米 把那袋大米送到那个家庭里 我也不知道那家人是谁 然后呢 我就在周围附近 找了卖大米的家 然后给他付了钱 让他们把那个大米 送到那个家庭里 全能者上帝在负责的 而我们为什么不遵守 上帝的旨意呢 我的想法 我的理论呢 都是脱离了基督了 所以大家虔诚的生活吧 不停的祷告 真诚的认罪 悔改祷告 虔诚的生活呀 我们不虔诚的时候 就会遇到试探 而且面对试探 不知道该怎么办呢 现在儿女操心吗 祷告吧 迫切的祷告 认罪悔改祷告吧 属于耶稣基督吧 无论是什么样的问题 只有上帝给予大救 今天我们做四阶段悔改 正是为了虔诚的生活呀 所有的人都要虔诚的生活 信耶稣基督就一定要虔诚的生活呀 因为上帝只会大救虔诚的人 归他自己呀 我平牧师为什么 不是我平牧师强调大家虔诚 是上帝的话语在强调我们 我们找一下诗篇四篇三节 无论是牧师长老 还是好几代的信仰 都要虔诚 不虔诚就得不到拣选的 只有上帝能搭救我们 脱离所有的困境啊 上帝搭救的是虔诚人 彼得后书二章九节 刚才我们也读了 而根本的问题是因为 我们没有虔诚啊 我们就是离开基督 没有虔诚 诗篇四篇三节我们读一下 你们要知道 耶和华已经分别虔诚人 归他自己 我求告耶和华 他必听我 阿门 我们祷告 为什么得不到垂听啊 很多人说 哎呀我这个疾病 是不是得不到医治了 身患癌症的人 大家知道 总是讨厌人 恨别人的人 一定会身患癌症的 这一辈子就欺负人 恨人 讨厌人 导致身患癌症 神明记七章十节啊 恨别人 导致自己 烙一身疾病啊 一辈子就恨别人 咬牙切齿的 要报复人 要讨厌人 那自己这样的坏事 都要悔改呀 向主承认自己的罪恶呀 而且多迫切地悔改 祷告啊 向主求饶恕啊 就把内心的那恶根 全要拔除掉啊 我们虔诚的时候 上帝拣选我们呀 上帝拣选虔人 归他自己 为了主的圣名 拣选我们 很多人以为自己很虔诚 但是不是按照我的标准 是按照天父上帝的标准呀 很多人说 哎呀 我因信耶稣基督 我也要立志 虔诚的生活 那我的想法 我的理论呢 总是与上帝作对的 所以我的想法 理论全要放下的 我们以为 我真诚的认罪悔改了 而这一切都是要照着 上帝的标准 不是按照我的标准 上帝亲自拣选我们 上帝是为了上帝的圣名 是为了上帝的 是为了上帝的诚实 是为了上帝的荣耀 拣选虔人 归他自己 为的是要通过我们彰显出来 为的是让世人认识上帝 上帝要拣选虔人 要赐给我们信心 使我们与耶稣同在呀 大家知道 因信耶稣是基督 使我们有耶稣的形象 在我们身上 这才是虔诚啊 我们阿门 我们所有的人 都要领受这虔诚的生活呀 我们都要虔诚的生活 领受上帝的祝福 用耶稣的形象 通过我们彰显出来 这是上帝通过我们彰显出来 这是全能者上帝的爱要 通过我们彰显出来呀 这时候祷告蒙垂听的 虔诚的祷告上帝是听的 真切地祝愿大家领受 这好的祝福 自作聪明的 自以为了不得的 全放下吧 在主面前 我们是懦弱无用的 就如同灰尘一样 我们是一无所知 一无所能的呀 在主面前 我们要承认 我们是懦弱的 是无用的 我们要寻求上帝的 只要寻求上帝的爱呀 上帝负责我们的 我们因信耶稣基督得救的时候 也能拯救身边的人 也能拯救国家呀 我们都要活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光明里面 在主耶稣基督光明里 奉主的名求上帝得允许吧 祷告得允许 做主的仆人 是拥有能力的仆人呀 我们的天父上帝多么多么的好啊 现在我们能行了 现在能行了 这正是活了呀 这正是靠虔诚啊 因信耶稣基督使我们活了 这正是虔诚啊 我们阿门 感谢主 感谢主的爱 感谢主的爱 遇到困难了吗 没有担心忧愁的 遇到困难的人 大家可以给我分享一些 我们一起来祷告吧 我们的天父上帝 我父赐福于我们 主啊 虔诚的人 上帝给予大救的 而我们不虔诚的时候 总是挣扎 却不知道该怎么办 感谢上帝使我们醒悟明白了 只有在基督耶稣里面是虔诚的 主啊 而我们不知不觉总是投靠自己的想法 投靠自己的理论 使我离开了基督 我的想法 我的理论 总是与上帝作对 主啊 求基督的保险 洗净我的罪 饶恕我的罪恶 我们真心的信耶稣基督 真诚的认罪悔改了 使我们领受上帝的话语 使我们顺从主的教训 使我们祷告得垂听 使我们有耶稣基督的爱彰显出来 主啊 我们蒙拣选 是因为上帝的召唤 上帝赐给我们应许 是为了彰显出上帝的荣耀 是为了彰显出上帝的圣洁和全能 求主帮助我们 使我们领受上帝的爱 使我们所有的问题 靠主的话语得以解决 愿此刻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 与上帝那极致的爱 与圣灵的感动感化 给予醒悟和引导保护 因为圣灵教导我们所有的一切 我们渴慕与圣灵同在 我们渴慕与圣灵交通 主啊 我们的天父上帝 一直以来我们遇到困难 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们身处于环境和试探 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 觉得特别煎熬 特别痛苦 甚至因为我们的煎熬痛苦 让儿女也操心 让儿女也痛苦了 主啊 今天通过主的话语 使我们明白什么是虔诚 使我们在基督里学会虔诚 使我们因信耶稣基督虔诚的生活 遵守主的教训 使我们脱离灾难 使我们得以搭救 使我们在主耶稣基督的满足里 给身边的人带来益处 为国家和民族 做真实的爱国者 在每一个下定决心 立志在主耶稣基督里 虔诚度日的 在每一个灵魂上 奉主的明祝愿 将从此刻开始 永远一同同行 阿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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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